风格虽然不同 但是相同的是 妇女两人都是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 那么何超雄他最大的竞争对手 就是他的16名兄弟姐妹 所谓的这句话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他从小就知道这个道理 我记得我在一个访问当中看您讲过一句话 您说您自己是一个随时充满危机意识的人 因为我生长在一个比较大也是复杂的一个家庭 虽然一般人看我 我就当然认为我的人生肯定是很顺向 没有什么大的考验 因为我不需要去忧累很多事情 一般人可能很早已经要想到生活 已经要想到他的事业 很多这样的事情 但是其实在我的家庭里头 基本上我可以说除了我 我认为我其他的兄弟姐妹 也是比较找熟的 大家都是始终 虽然家庭状况是非常好 我们从来不需要去忧累我们的生活 但是其实大家都很早已经意识到 其实我们是要去争取的 我们如果不是的话因为家庭里头太多人 而且大家的目光可能只能够放在一两个人的身上 所以大家其实不其然也也形成 我觉得是某一种的一种压力或者是一种一种竞争 大家当然是在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方法去发挥了 但是所以我觉得我的兄弟姐妹 其实每一个都是很积极人生的 他们都会为自己去争取 自己认为最能为他们自己去发挥的一些地方 也就是说在这个家族里面的所有成员 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这个竞争的关系 然后这个危机意识很早就萌芽了 可能比一般人要早得很多 我觉得是这样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 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还有对于外界许许多多的报道 从前当然有一段时间是 曾经是觉得是对我们是很不公平 而且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渠道 但是后来当然发现了 所谓的渠道到最后只会越说越论 最后我现在也明白了 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高兴的地方 反正我也不需要 就是这些事情要去为全个社会去交代 我知道什么是我能做的事情 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事情 父亲在您心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我们做任何事情 无论跟他有相关或者是没有相关 但是人家看我们的成就 肯定也会跟他相比 或者是对他来说是有影响 所以我们做每一件事情 我们不仅是为自己去做 我们做的时候还要对他负责任 这个是始终我觉得是最大的一种感受 也是压力吧 不是压力 这个已经成为一个习惯的东西 听说您是家族成员当中 唯一敢跟他当面距离力争的 如果你们有意见不同的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表达方式 你有让他生气过吗 我看应该可以说是有的 对 他也是其实一个非常开明的人 他也喜欢 其实他也很喜欢人 可以距离力争 而且就是能够表现 你是有这样的勇气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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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